用锤子敲击桌面上的纸片 在两者接触的瞬间 纸片竟发生了爆炸 连桌子都被炸出了一道裂缝 其实纸片能爆炸的核心 就是其内部包裹的少量钾钠合金 钾钠合金究竟有何磨力 为何只有几滴就能产生如此大的威力呢 钾与钠作为活泼的碱金属元素 质地柔软且均能与水发生剧烈反应 如果把金属钠扔进盒里 就能看到伴随着白色烟雾 钠在水中不停地被炸飞 然后掉落水中 继续发生强烈反应的画面 如果让钾与水接触 它的反应可比钠剧烈得多 可以看到金属钾接触到水后 就像炸弹一样 在水中瞬间产生了爆炸的火星 看上去十分壮观 接着把钾和钠按比例放在热油中 两者很快就会合体变成钾钠合金 在常温状态下 这种金属以液体的形式存在 看着就像水银一样 但它的脾气可比钾和钠爆得多 用针管把它滴入水中 慢镜头下可以看到 合金在水中瞬间自燃 形成燃烧的液滴 就算只是把合金放到潮湿的地面 这滴金属也会发光甚至爆炸 还真是一加一大于一啊 所以在使用中要格外注意 毕竟就算是一克的钾纳合金 仍能造成火灾甚至爆炸 了解了钾纳合金 再看它是如何炸裂桌面的就简单多了 仔细观察 合金被纸片上下包裹 没有机会接触到水 但是甲纳合金却被滴了几滴 四氯化碳溶液 这两种物质在常温的状态下 各自安好不发生反应 可锤子在敲起纸张时 会产生大量的热量 在高温状态下 四氯化碳与甲纳合金 就会发生放热反应 也就有了纸片被锤一下 就把桌子炸裂的画面 有趣的是 四氯化碳居然还是一种灭火器 是灭火器材的一种 所以甲纳金属引发的火灾 是不能用水 或者可以与之反应的灭火器扑灭的 用错了灭火器 反而危险更大 因为甲纳合金的导热性良好 溶点还低 所以经常被用来作为冷却剂 广泛用于核工液 让液态的甲纳合金 在管道中吸收热量 并将其携带进入水中 当然甲纳合金可不能与水直接接触 整个过程都会隔着管道进行 此时管道外部的水就会发生变化 以蒸汽的形式将热量带走